制空机盘点 世纪上飞得最久的无款纸飞机 嘿嘿 我好像搁的有点太久了 纸飞机因为玩制空 水平实在一般般 一家之言做盘点 不当之处 轻点喷 第一位 毫无悬念 空中之王 现役制空纸飞机王者 纸飞机玩家们最熟悉的机型 日本纸飞机协会会长 护田拓夫的经典作品 世界四大纸飞机之一 两次打破世界纪录 29.2秒的制空纪录已经保持了十余年 虽然护田将创造新纪录的机型 命名为零式战机 但本质上仍然是空中之王的改进型 目前大部分安家的制空机设计 都会采用空王布局 挑战者层出不穷 但机少有人能够接近 他的室内制空纪录 空王的地位依然稳如狗 综合能力五星 第二位 世界纪录纸飞机 美国纪飞机大师肯布莱克本设计 经典的方块机 是空王之前一个时代的王者 从1985到1998年先后五次打破世界纪录 并一直保持到空王的出现 已经没有更好的名字来称呼这款纪飞机了 但从留下的视频资料显示 纪录多半都是在半世外的体育场创造的 也难免会有一些质疑 但这都不会妨碍他的强大 综合能力四星半 第三位 月泰 国内纪飞机大神多拉的作品 虽然采用了空王布局 但他创造的内塞折法 将折叠结构全部封在机身内部 让机型有了更好的气动表现 也得到了众多万家的认可 实际飞行表现 以稳居制空纪飞机排行榜前列 综合能力四星半 第四位 M1A2TALK方块机 韩国指飞机大神M1A2TALK设计的超强方块制空机 在精细的数据加持和强力投掷下 可以实现超强的制空时间 宽大的翼面更适合户外飞行 实际世界纪录指飞机后最强力的方块型制空机 综合能力四星半 第五位 卷晕 油管指飞机大神Ford of Flat设计的横折制空机 指飞机敢用正方性质折叠 独特的折叠方式 可以获得非常出色的制空性能 是指飞机非常喜欢的一款机型 综合能力四星 优秀的制空制飞机还有很多 风行者风帆系列都是非常强力的选手 每个制飞机玩家都有自己心中的Top5 欢迎将你心中的Top5打在公屏上 我是指飞君 我们都爱指飞机